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一個多項是fx 他除以x-1的話 於是是8 除以x平方加x加1的話 於是是8x加12 那他問說fx如果除以這個多項次的話 於是多少 這個多項是這兩個多項是相乘 x-1乘以x平方 加x加1 好 那這樣我根據儲法原理的話 fx可以寫多少 寫成3 就被這個除的話是q1 x乘以多少 乘以x-1 而是8 好 那我現在 被這個多項是除的話 我可以故意把它寫成什麼呢 寫成 這個是 q2 x x-1 x-1 乘以x平方加x加1 再加個k 這是x平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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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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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寫這樣的話就代表,我用了這一個 fx的話,我讓x平方加x加1來除的話 它的傷的話是什麼呢?是這個 這個加k 於是的話是滿足的,這個8x加12 本來的話應該是說 如果被這個除的話 我如果不寫成這種形式的話 應該寫成as平方加bx加c 它有三個位置數 它有三個位置數要有三個條件 這裡有哪個三個條件呢? 這裡一個 這裡一個 這裡有三個數字 可以列什麼呢? 列三個方程式 那我現在的話 把這兩個位置數的話 用這種形式的話 把它給什麼呢? 把它給拿掉 那這樣的話就剩下什麼呢? 剩下一個位置數 剩下這個位置數的話 我由這個方程式就可以得到 怎麼由這個方程式得到? 就是說 比如說我fx 就是這個 我x的話呢 如果帶1的話 它是等於8 帶1的話等於8 這兩個一樣 這帶1的話就剩下這個 所以這個會等於8 那這個等於8的話 我就可以把k給算出來 就是說我就把x帶1 8等於8 8等於多少呢? 這是帶1 帶1這個就沒有了 帶1以後的話就是3 3k 這是帶1 8加12 20 那這樣的話呢 k就等於多少 三分之 8減20的話是負12 等於負4 所以這個是等於負4 負4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r r就這個 r就等於負4 乘4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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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8 加12 那這樣我就很容易 把這個儀式找出來 所以有負4 負4 負4一個字 加8一個字 加10一個字 12減4 12減4就是8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有負4 各個字 有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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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負4